昨天的独林体育报透露,国际米兰赞助商贝奈利轮胎的CEO特隆凯蒂指出,蓝黑军团的梦想是天下没息,这引起了外界的遐想,阿根廷的TYC体育也对此进行了报道, 而且浙江媒体进行了一次,你是否希望梅西离开巴萨的票选?出人预料的是,居然有66%的球迷,希望梅西离开巴萨,国民有意梅西特隆凯蒂在接受采访时,毫不掩饰对于梅西的好感。 这位国民赞助商的CEO表示,C罗对于意大利足球很有好处,梅西去国民,也许会发生,梅西和巴萨有长期合同,他的违约金是7亿欧元,如果巴萨不同意出售梅西, 那么国民想要完成交易的话,只能触发梅西的合同委约定条款,而从7亿欧元的数额来看,国民似乎很难得到梅西,外媒封面阿根廷TYC体育,发起了一项,你是否希望梅西离开巴萨的投票? 截止到目前,有5184人参与了投票,虽然梅西在巴萨取得了一切成就,也拿到了五座金球奖,但是出人预料的是,居然有66%的球迷,希望梅西离开巴萨,只有34%的球迷,渴望梅西留下来。 梅西调查结果从这样的投票结果来看,阿根廷人并不愿意看到梅西在巴萨度过整个职业生涯,目前,C罗已经离开了黄马,前往一脚的游蓝接受新的挑战,而从梅西的角度来看,短时间内,他不会离开巴萨,除非梅西和巴萨出现分歧,否则的话,他会一直待在诺坎府球场。 C罗已走如果这样的一项投票是西班牙媒体组织的,相信有大多数球迷希望梅西留在巴萨,可是在阿根廷球迷看来,梅西还是应该接受新挑战,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梅西征服了欧洲联赛,但是在国家队,梅西毫无建树,至今没有帮助国家队夺取冠军。 这也让梅西在阿根廷国内有很多喷子,有些球迷宁愿爱戴特维斯,也不喜欢梅西。 最新文章,C罗等于印钞机,发条动态转500万人民币,黄马错放姚钱树婚姑娘,意大利媒体给C罗女友起绰号,乔治那比一连那心愿梅西铁定无援金球奖。 错,两冠军加两金薛加四大数据成斯北非安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虎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